一個個熱騰騰便當開賣 一大早排起長長人籠 不少民眾已經在排隊 加上又有新鐵路便當開賣 大家看準的就是平溪天燈節的祈福便當 祈福便當 那裡面的主菜是梅干扣肉 然後梅干扣肉以外 還有搭配六樣的配菜 那這六樣的配菜裡面 除了有我們在地的食材 有山藥還有劍筍 還有一些菇類都是配合當地的食材 由七堵餐務室推出每份一百五十元 台北松山南港車站 三處夢工廠等據點 每天限量一百份賣到二十五號為止 天燈節除了便當之外 主角當然少不了 今年新北平溪天燈節 舉辦兩場大型天燈施放活動 也是二十六年來首次製作 六盞二十尺的天燈主燈 二月十七號平溪先釋放四盞 分別取名台灣世界龍還有虎 緊接著二十四號 元宵節當天再釋放兩盞龍頭 搭配龍珠的天燈 寓意雙龍搶珠五龍銀春 這六顆天燈每顆造價五十萬 老師傅拼完工部分周夜 花了差不多一個月 然後局長跟我出這個欄題 非常的困難 因為在製作的方面 就是眉眉咬咬 就是很難去拿捏 都忙到天亮 忙到天亮再休息 中午再起來 晚上再做這樣 另外十七號和二十七號兩天 已有天燈釋放活動 十七號在平溪國中釋放九百盞 二十四號十分廣場 釋放一千三百五十盞 民眾也可以在這兩天 免費體驗放天燈 從早上十點半開始 就發放天燈釋放券 歡喜迎龍年花盡心思 要讓每一個到此一遊的人 留下最難忘的回憶 報導新聞宋哲盈 林博志常報導